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啊 你看看这次考试 你们考了多少分 我上课给你们的地步 什么都还给我了呀 一个个下课就活蹦乱跳 一上课就死气沉沉 你们看你们隔壁班啊 不知道比你们好多少倍 这次考试的试卷 今天晚上带回去给家长签名 看你们怎么向父母交代 怎么办呢 这次我才考了55分 既然还要拿给家长签名 不过我爸看到非得打我一顿 然后我妈上来又是一顿 我可不想接力混合双打呀 哎呀 怎么了 看你神神道道的遇上了什么麻烦了 就是签名啊 我这次没及格 要是真把试卷拿回去签名 我明天回来屁股肯定就开花了 哇 好惨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嗯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真的没问题吗 你放心 保证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要是被老师发现了怎么办 不可能不可能 你要相信我的实力啊 明天你只要放心大胆的把事情交给老师就好了 你可不能忽悠我啊 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更惨了 哎呀 别不知了 肯定没问题的 我们模仿大人笔记可厉害了 小月 阿洋 你们俩给我过来一下 嗯 难道真的被发现了 不会吧 我真被识破了 阿洋 昨天试卷上的签名是谁给你签的 那个 老师 是我妈妈帮我签的 哦 确定是你妈妈签的 是的 老师 小月 在 不得了啊 这没看出你年纪轻轻就当妈妈了 啊 老师 我 我没有 这 这话可不能乱说 那阿洋怎么说试卷上的签名是他妈妈签的 那这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暗阳试卷上写的什么 啊 小月 你 我的妈呀 写错了 啊 明天叫你们家长来学校一趟 小月 你明明跟我说话无意识的 嗯 呵呵呵呵 自己名字写顺手了 不小心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啊 我不行啊 一定要记得关注转发哦 哦 对了 阿洋小卖部啊 终于开张了 打开手机导宝 搜索阿洋小卖部 更多惊喜等着你哦